大家静一下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 这个著名的李昌平先生 我想李昌平先生 应该不要我给大家多介绍了 他是被誉为 第一乡镇党的书记 喂 怎么了 喂 对李昌平先生 我想大家应该是很熟悉了 他被誉为我们国家第一乡镇党委书记 有人说他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 现在其实李昌平先生 是经过很多年的 很深层次的思考 他已经是我们国家学术界 很知名的三农学者 每次与李昌平先生的交流 我们都是很受启发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请李先生 来给大家做一个精彩的报告 好 拜拜 这个话题 我们要解决 靠这个 用这个还是这个 都可以 你先拿一个方便 拿一个 那首先我感谢华公佑给我一次机会 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交流 其次呢我要纠正那个刚刚董老师的一个介绍 第一呢我不是那个所谓的全国的什么第一乡镇书记 第二个呢我也不是什么专家学者 我从学校毕业了以后呢一直在农村里边从公社的团委书记以后到2000年离开 就一直在乡董工作 在北京待过两年 在广东打工一年 以后又去香港那时候在西南做扶贫 所以呢 除了北京的那两年去做边际以外 多数时间都是在农村 对不起 喂 喂 那我 喂 喂 喂 你好 你好 我中学开了会我单位拿过来 好 要把手机关了 我想呢 请各位呢就是把我作为一个乡镇干部来看待 我真的是 在这个领域里边在农村物理的研究领域里边呢 我懂得理能很少 我在中国这个农村物理研究这个领域可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那就是我可以把干部的话呀翻译给学者 我可以把农民的话翻译给学者 我也可以把学者的话呢翻译给我们的干部 我也可以把学者的话呢翻译给农民 我可能是这么一个角色 但是 我真正的角色还是一个乡镇干部的角色 所以你们 就把我当一个乡镇干部可能是最好的 你看今天这个乡镇干部在讲什么 在中国呀有三种话语 那第一种话语呢就是知识分子的话语 由于他们学文很高 所以呢他们说什么 写出来什么东西呢 很多干部都看不懂 拿大型也看不懂 我以前呢以为我们那些当高官的人他们肯定看得懂 因为我以前是乡党书记嘛 我看不懂 我觉得肯定是那些我的水平的问题是当高官的人肯定看得懂 但是我在2000年跟总理写信了以后我见到的一些高官 他们去西班乡去那个做改革的时候 坐在那个西班乡那个地方讨论问题 我就发现其实他们水平可能也看不懂 那我这些几年跑了那么多地方 我和一些地方的也算是高干吧 他们去交了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也跟我说那些学者写的东西我看不懂 所以呢所以说我说那个学者写的东西 当高官的看不懂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那第二套话语呢就是当高官的话语 这个当高官的话语啊 他实在是说什么 其实学者也未必搞得懂 他是怎么做的是怎么运作的 他口味衰他在台下 那桌面下面用那个无私的话说 潜贵者那套运作的 其实学者也不懂 那我们乡政干部是怎么当乡政干部的 我们是怎么办 很多很复杂的事情都简单化的 能够把中央的政策把它编通了以后 去解决问题去做事情 最后把一个政策搞得灭没全废 你说这个国有乡政企业的改制 你们学者就肯定是什么明晰产权了 是不是 什么自动经济学的那套东西去解释这些东西 那相当的不很简单 没钱发工资 把这个企业卖了以后发工资就这么简单 是不是 那怎么卖呢 这是一个规则 是不是刚才你的学者的理论进操作的呢 那肯定不是的 他说我总结的时候肯定是要符合你的那一套 不安的话那就不行了 所以他们怎么搞的学者也不一定知道 这农民怎么想的 这农民啊就是 你什么人来了 说问这是不是 这是的是的 说问那个人来了以后 怎么搞的 是的是的 这农民呢很会应变 就是你高来高打化 低来低打化 有时候学者跟农民对话也很困难 当官的跟农民对话也很困难 这真是因为这三套话语啊 还很难能够在一起沟通 所以我们现在农村问题的解决啊 很多很简单的问题啊 解决起来真的很复杂 但是越搞越复杂 别人说90年代中央也已经非常忠实农村工作了 但是越是忠实农村工作 90年代的农村问题越多 所以呢 我就说你们把我当一个相争干部看 你看相争干部是怎么在想事情 你们再去研究问题的时候呢 就可能有一个 相争干部是这样 就有一个感觉就可以了 那我今天跟大家要讲的呢就是 相争的体制与农村制度体系的重建 在2003年的44号 3月44号 2004年的3月44号 总理双部的时候 我们要奉五年取消农业税 当天晚上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取消农业税 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后来呢 我也写过一篇文章 就讲这个 迎接乡村 民本时代的到来 我认为呀 农业税取消了以后 涉及到一个乡村体制 或农村制度体系的重建的问题 所以我可以取消农业税 非常高的评价 就是它足有花时代的意义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分下面几点讲 第一点就是 我们要把这个乡村放在 我们国家的工业化的战略里面 去看乡村是个什么东西 在90年代以来 乡村的问题很多 普遍的问题就是 今天问题多是因为我们还权下了乡 政府的权力下乡了 所以中国的这个历史上 这个还权不下乡的 不下限 就是因为我们的还权下了限 所以我们就问题多了 只有把这个权力推出来了 那就问题就解决了 一般的是这种 学家很多人都这么认识 是不是还权下了乡 就成了三种问题的汪窝之源呢 就对这个判断呢 人者兼人 智者兼智 很难有结论 但是我的看法是要搞清楚 还权为什么要下乡 要不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新代以来 特别是新中国 共产党政府成立以后 我们要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就是工业化 这可能是封建王朝他不做的 也正是因为他不做 所以中国很落后 从三个世纪的二十年代 到四十年代 包括我们这个大学的张培干先生 就参与过真正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 要有三条道路 在1948年的共同干领中间 就决定了中国要搞国家资本主义 要实行快速的工业化 那么快速的工业化 是我们几代知识分子 总结了中国为什么落后 他们真正的结果是要 国家资本主义 快速工业化 那共同干领是以共产党为核心的 多民主党派 共同协商的 在我看来有了共同干领 就有了城乡阿园结构 后面的一些东西 都是顺理成章的 那么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从哪里来了 城市化的积累从哪里来了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共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这里来 要把农业的地周转化成工业资本 把农民的劳务转化成工业资本 所以要实现这个任务 要多块好省的转移地周到工业资本 怎么搞呢 争权要下乡 要把乡村社会组织起来 要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搞国种各样的技术制建设 要生产出更多的东西 要辅入工业化 那只有权力下乡 重新把乡村社会给组织起来 去干大事情 去提高生产力 那么这个时候政权不相当行吗 所以乡村政府的产生 是工业化的需要 是城市化的需要 是我们要成为世界强国的需要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导致了后面的 一系列的制度的 象征体制的变迁 它是从这里开始的 那么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 象征政府是怎样转化成人民公社 我们从五十年代开始 乡公所到象征政府 到人民公社 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就是象征政府 为什么一定要转化为人民公社 有些人说是意识形态的结果 也许有之 但是我觉得还有内在的逻辑性 所以说朝鲜战争的大象 更加加快要中国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 相征政府包括乡公所 面对千家王户的小农 我们却要把这个农业地桌 转到工业资本里面去 销率是非常低下的 成本是非常高的 这无法满足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需要 所以这种组织形式不行 怎么办呢 一方面当时的国情 一方面是农业的基础设施落后 自然再还平凡 小农的破产 严重地走碍了生产力的提高 另一个方面由于象征政府 实际面对千家王户 和起低积州和转移劳务 既无法多快好 也没有办法去省 于是就有了五十年代初期开始的 互助组合作化 高级社人民公社 这是组织化成为高了以后 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我们把土地给农民了 为什么要把土地给农民呢 那很简单嘛 就是共产党引导农民到革命了 你把土地给农民 农民就有过共产党 这是执政的合法性问题 对不对 但是在五十年代初期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 我就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发到当时农了很多的报纸杂志 包括中央的一些内创 包括文化当民期间 哪个地方打死的人 毛泽东是怎么批示 什么什么这些事情 那些资料我看过一遍 那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包括大量的报纸上面 一些资料上面就说 有不少的农民刚刚得到土地以后 他们不能够走自己有效的生产 有的呢 就重新把土地还给了地主 有的被地主给兼并了 就是一个方面 大量就是有那些没有农具 不能走是有效的生产 所以变得更穷 那么也对共产党的合法性带来影响 就是你土地刚刚给农民 用出现新的地主这怎么行呢 这是当时要搞互助组合多化的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就是农业的基础设施 非常缺余 灾害频繁 那么应对大灾害 大家不需要组织起来去搞农田水的基本件事 你看我们江湾平民的农田水的基本件事 都是那个时期 因为一时一时走过来 农学大历走过来的 如果没有那个时期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这就不可能有后面的大包干 所以呢 要想多快的好手 就必须要提高乡村水的组织化程度 既能够筹进生产力的发展满足农民的需求 同时也能够服务于工业化 所以一时发展到农民公社 这是第二点 这个逻辑过程我跟他推导过来 第三个问题就是三点 就是相争的人民公社是转化为 是怎样转化为相争政府的 到了后来我们人民公社垮了 又建立了相争政府 又编过来了 它为什么会编过来呢 公社到了后期的时候 人们的觉悟啊 就是你老我生产的多点拿得多 就是农民积累很少 缺乏极力机制 为了解决这个极力机制的问题 在六十年代的三半期 我们就开始改革 怎样改革的呢 叫做商机所有堆为基础 干什么呢 以小堆为当务进行核算 来解决一个吉利机制的问题 那么这个小堆核算呢 对位基础啊 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我认为是农村改革的开始 没有对位基础就没有打包办 因为 这是从小堆核算到家庭核算 是有逻辑过程的 如果没有对位基础 就不可能有十七个农民 就该首营 就可以分田当户 是因为对位基础 你才有十七个农民 就可以以小对位单位 说我们就是一个决策 我们分田当户 假如不是对位基础 你怎么可以 十七个农民去盖首营呢 所以十七个农民 盖首营去分田当户 丰富均匀 是对位基础的一个延续 所以我的理解 中国的改革 是有它的连贯性的 是从对位基础开始的 由于人民共事的后期啊 老百姓消极抵抗 工业化的基础 有了硬的基础了 拖拉机要下香 肥料要下香 农业要下香 希望交还更多的农产品 到工业化里面里面去 当时人民共事 生产路线很少 怎么办呢 这对位基础 对位基础还是不行 最后就到了 互卫基础 互卫基础了以后 一亩地就能够增加 两百斤三百斤的产量 这交租国家的 牛舟集体的 剩下还有自己的 这三者关系 得到了比较好的调和 所以既促进了工业化 同时也保证了农民吃饱饭 所以这个时候啊 人民公社几乎是一亿资金 就垮掉了 所以代表农民利益的 村民委员会 代替了生产大队 代表人民利益的 乡政人民政府 代替了人民公社 那个时候是交足国家的 牛舟集体的 是有一个权利的 接听的 是你的给你 是我的给我 很清楚 所以人民政府是谁的 人民政府是人民的 所以叫人民政府了 是吧 村委会是什么 村委会跟协财的 村委会不一样 村委会当时是 代表农会薪资的 是代表农民利益的 跟大队是不一样的 相当政府成立以后的追仇 也是大大的 仇进了工业化 因为交足国家的 比较交得更多了 我们在85年的时候 我们中医母帝 只交不到50斤的骨子 到90年的后期的时候 乡政政府一目五地 要找农民收 几百斤骨子 所以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对农民的剥夺 不是减少了 是增加了 有好多人民过程 对农民的剥夺 有多少有多少 那你也不以食物来计算 那83年 80年 85年 找农民收 收工粮 就是几十斤粮是吗 包括国家的 基地的斗产里边 到了90年代的时候 是多少 两百斤三百斤 有的一方更多 对工业化的 处境是很 加强了 但是由于组织化成都降低 乡政政府 挑拨农委会 直接到户 因为我们说农委会是农民的组织 我们逐步地剥夺农委会的权力 逐步优惑他的权力 直接面对千家万户 就收粮收垮 我们开始说是交粮交垮 以后是吹粮吹垮垮 以后是逼粮逼垮垮 以后是收粮收垮 最后呢 还是要动用警察去 就有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 过出交粮交款的时候 成本很低 但是你后来自己要去 千诸赶阳的时候 成本太高了 那么越收的难度越大 我们就越要增加人 越增加人 农民负担越重 越增加人 我先熊化 所以到了后来的乡政政府 一说到乡政政府 哎呦 我的乡政政府就坏得不得了 是不是 那是什么原因呢 那实际上是一个政府要面对 跟它五十年代是一样的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的乡政政府 要面对千加万户的时候 它那个交易成本太高了 但是后来九十年代我们也一样 我们找千加万户去收的时候 现在收下来的农业税 养不够我们这些收款的人了 是不是 人民公司到了后期不能服务于工业化 现在就是 九九年 两千年 两千亿年的乡政政府 也不能够服务于工业化了 是吧 所以后来的乡政政府呢 也跟我们人民公司很相似了 它已经上市了它服务于工业化的 基本的功能 所以现在有的人说 跟我取消县政政府 跟我拆消县政政府 是不是啊 这个县政政府怎么改革 像国家的老鼠一样 大家都是很大 是因为 它确实实实对国家没有贡献的 对农民已经开始了 就是做不到什么事情了 收下的钱养自己都养不活了 就面临这么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看过来 就是乡政政府啊 它才前期 它超过了人民公社 对工业化的服务 筹进了经济的发展 又支付了改革的成本 从一定的一一三讲呢 就是公社县 乡政政府的转变了 它才前期是农民组织 就是农民的组织和农民政府的回归 是乡政的有限自治的开始 它最初开始是这样子 是给乡政政府全力了 八十年代乡政政府的全力还是可以的 九十年代三分期也还可以的 它实际上是全力分权以后的一个结果 从委会是一个自治的一个组织 我们就说八十年代改革是跟农民翻权的 所以乡政呢 在八十年代经济社会 方方面面都是最好的时期 最快的时期 第四就是到了后来 乡政政府到了现在这个街道 要求撤销不发达地区乡政政府的呼声是越来越高 乡政政府成为 我们现在成了老鼠了 国际的老鼠了 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呢 我刚刚讲了一个是从内部个业 它是象征的就是你自己要搞增机工程也好 养活自己也好 你懂得来讲 你不能找三面药 你以后是找农民药 你要搞增机工程 土地从马里来找农民药 对不对 你要养活自己找农民药 你要把这三面药找农民药 第二个原因就是 由于外资近于东南沿海 享受超国民待遇 享受超国民待遇 使我们内地的乡政企业 无法跟沿海的乡政企业进行 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进行竞争 加上我们乡政政府 由于我们自身的膨胀 所以找乡政企业去摊牌国种 负担 所以它的负担也很重 同时经济环境又不一样 人家出口退税 你这边没有 是吧 所以呢我们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中西部地区的乡政企业 向 那个倒不派案的都倒下去了 我们大量的企业家 流到东部去了 第三个方面就是 九十年代以来 国家找农民要的并没有减少 增加了 在这三种力量的作用下面 一个是相乘自身的它的内耗 第二个是国家要的更多 第三个就是相乘企业的垮台 这三种力量的作用 导致了我们中西部地区的乡政 对农民搏断的更长 它自己已无法生存 所以现在说 乡政企业 我们现在的乡政体制 到了一个既不能够服务于工业化 也不能够服务于农民 它也养不过自己的这么一个景地 所以我们要相乘要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第五 关于相乘体制改革的问题 或者说叫做农业税 后农业税时代 或者后税费时代 相乘体制改革的问题 我们把2003年以前 成为中国的农业税时代 在农业税时代 是把农业税转化成工业资本 那么我们相乘的任务是要服务于工业化 我们的发展战略是以农补工 所以相乘体制是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的产物 现在已经经济了后农业税时代 要实行以工补农 相乘体制 必须服务于全面小康的建设 和和谐社会的建设 国家的战略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所以相乘体制的改革 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是必然的 这就是说我们说要把相乘体制重建 和农政制度体系重建的 依据是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国家 它的发展战略发生了改变 从1918年已经确定的那一个 快速工业化 以农补工 搞国家资本主义 到了现在为止 那个战略已经否定了 我们要实行以工补农了 那么相乘就面临着一个 体制重建 和农村政策体系重建的问题 那怎么重建呢 从现在的学界来看 一个说法是要撤销相乘 第二种说法呢 是相乘改为先里的派出机构 第三个就是要把相乘合并到 真里把相乘到真里面去强政 第四个就是要实行相乘自治 等等 反正中国很大 这四种也好 五种也好 这种改革的方案 都可能在某一个地方 都可能找得到它的依据 都可能得到印证 但是中国之大 不可能有一个模式 就适应我们的全国 所以我们才讨论 我们相乘体制重建 或农村制度体系重建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考虑一些 基本的问题 我觉得有自然是问题 我们是要考虑的 第一个就是 中共我们五十年的 相乘体制的边迁 有几条基本的经验和教训 是不能够完记的 第一个呢 就是农民在相乘政权中的 争持经济权力的大小 与农村经济发展 和农民的福利 争相关 农民在政治体制中间 有没有地位 你过去农民说 我们在人民公司里边 我自己干点什么事情 就是资本主义尾巴 就跟你割掉 我买一杯茶 都是不行的 到了后来 我们可以家庭经营了 我们可以搞乡村企业了 我们可以进城了 你的权力越来越大了 那么经济权力越来越大 那么乡村情况越来越好 政治权力呢 八十年代 农民的政治权力扩大了 我们有了村民委员会 有了人民政府 到了九十年代呢 农民才政治 那个格局中间的地位 被边缘化了 生孩子要钱 死人要钱 砍树要钱 出门打工要钱 反正几十种收费 要的就是钱 不拿钱就要命 这就是农民的地位 越来越边缘化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一个演变的过程 什么时候农民的政治地位 和经济地位提高的时候 农村的发展 和农民的福利水平 就有所增长 第二个就是农民的 组织化成都 它的高低 与农村经济和农民福利 真相关 就是农民的组织化成都越高 可能农村的基础是建设 农村经济发展 也相远的会有一个发展 政府去找农民收税 收费 它的那个成本 也会相对的低一些 所以负担也会轻一些 所以农村的组织化成都 也与农村的发展 和农民的福利相关 第三个就是 乡政政府 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 自主性 与农村经济 和农民的福利相关 什么时候乡政政府没有权利 这农民的个子 也就不好过 中国的这个计算体制中间 这个乡政政府 它是权利最小的 我们总共会把乡政的权利 给收小了 把权利往上收 农民的个子就好过了 实际上你看90年代 乡政政府基本上没什么权利了 那农民的个子好了没有呢 农民的个子没有好 问题是乡政政府是干什么的 我们赋予它什么样的职能 农村的这么多问题 是要政府去解决的 你越收到权 无理越不解决 越不解决 他就问你越多 从90年代的改革思路来看 是一个 手小乡政干部权利的 一个改革 所以90年代农村无理 是最多的 80年代是对乡政政府翻权的年代 所以80年代整个农村的情况 是比较好的 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吧 就是有几条基本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忘记 第二点就是 乡政体制重建 在吸取50年的经验教训的前提下面 有些方向性和原则性的东西 是必须要坚持的 乡政体制建设要放在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框架内去考虑 放在乡政建设的框架内去考虑 要通过以公补龙 求经和谐和谐社会的发展 是它的核心战略 所以你要把乡政体制改革放在这个 以公补龙的这么一个宏观的那里面去考虑 新乡政策建设主要包括 第一是乡政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 第二个就是乡政社会福利制度体系的建设 包括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等 第三个就是乡政生产泥的基础设施建设 当前人民民主政治建设 是三大建设的核心 没有这一条 如果没有人民民主政治建设 或者说乡政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 那么没有这一条做保证的话 乡政福利制度体系 或农村生产力的建设 都不可能体现人民的意志 最终的乡政建设 是为少受服务的乡政建设 九十年代我们经济发展很快 农民看不起兵读不起书 发展了没有的 发展了 但是它与农民的福利没有关系 相反的农民的福利是下降的 这就是乡政政府是干什么的 它的心智是什么 就几个言 我觉得在我们的乡政体制重建中间 我觉得第一条 就是翻详型和原则型的第一条 就是建议人民广泛认同的 民本的合法性的 有合法性的乡政政府 是乡政体制重建的根本目标 就最有广泛的 民意基础的 合法的 就是民本的 老百姓可以管理的 这样的乡政政府体制 是我们乡政体制重建的根本目标 前几年 我在乡政公司的时候 我总结了两个非法生存 就是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部门 它依靠违法养殖法 我是叫做不得不非法生存 这个派出所长 他有时候要违法 不违法还没钱花 材质不给他钱 他还给公安部长交钱 是不是 我们每一个执法部门都要去传授 传授是什么 传授就是违法 以违法养殖 这是八十年代的一种 两个非法生存的九十年代的 第二个就是底层的老百姓 不得不非法生存 比方说我是一个四川的农民工 我要到北京去打工 手上带五个块钱 我还是沾票 沾到北京去 还剩下一百块钱 我已经北京 你要我帮这个人 要帮哪个人 是不是啊 我不知道哪里帮 是不是 我一帮中我没钱啊 那里没钱 就为了北京的法 不是我要违法 是我不得不违法 是因为我守不起那个法 我要降低我的生存成本 我要违法 是底层的老百姓 不得不违法生存 那么今天的乡村社会 也才发生变化 我跑了一些地方 我这看 有一个倾向 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那是现在的乡村社会的 很多啊 资礼方面的事情 你说是黑的吧 它也不是黑的 你说它是白的吧 它也不是白的 它处于一种灰的状态 比方说这个车 拆房子 谁去拆呢 拆千棒 拆千棒它也不是编子类的 是不是 你说它不是编子类的 它也有政府的人在里边 你说是政府的人 社会上请到不少的那些流氓地痞 是不是 就是这样的状态 你说这么说的企业要改制了 这么明明不公平 公司要劳事 或者什么样的 公司要提意见 最后来的几个流氓 到那个地方走一遭 这个事情搞成了 是不是 这是一种智力穿戴 一种灰色穿戴 就有这种倾向化 第二种倾向的就是什么呢 比方说这个地方洪湖的变成 那个虾 龙虾很值钱 那你是一个渔民 你铺着这些龙虾 你要卖给谁呢 只能卖给董老师 你不卖给董老师 跟你说 你要运到外面去 你运不出去 弄成有个男接你 是不是 有个人会打你 是不是 所以呢 反而是 这里有一个宽商 有一个煤矿 只能卖给他 卖给他 他力气最大 他兄弟最多 不是他亲兄弟的 黑色 社会上的那些黑不黑 白不白的 就是油蚂地皮这样的人 他把这个煤矿买下来了 这以后三百万买下来 就是我的了 天天的手票 其他人 都干瞪眼 是不是 所以挣钱的那些部分 经济中间 挣钱的部分 它逐步 你说它不对吧 你看我改字嘛 是不是 对不对 你说它对吧 为什么我只能 你挣钱 我不能挣钱呢 所以那个挣钱的部分 逐步被黑不黑 白不白 这种状态 灰化 灰化的部分 就用你挣钱 不灰化的部分 它不搞 不要 所以要致力于 消去两个非法生存的趋势 和两种灰色化的倾向 是我们相争体制重建的 最现实 最紧陪的任务 当然根本的目标是什么 根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 明本的 最有广泛恩同性的 合法的 相争政府体制 当前的当务之急 是两个非法生存 和两种灰色化的倾向 这个问题要解决好 第二 就是组织和制度攻击 是相争 是相争体制建设的关键 就是组织和制度攻击 就是要组织和制度 创新 在相争社会 这是我们 相争体制重建的关键 民间组织的发展 和民主自治制度 民主自治制度 这都是中央体长的 是相争体制的两块基石 没有民间组织 你说这肯定是不行的 没有民 没有村民自治 没有民主自治 也不行 没有这两块基石 就是民本的合法的相争体制 是建立不起来的 那民本的合法的相争体制 是建立上民间组织的发展 和民主自治就在这上 是要扩大老百姓的权力 扩大继承政府的人民政府的权力 第三 保证财权或者产权 和资权的独立与完整 保证产权和资权的统一性 是建设新相争体制的核心 财权或者是产权和资权 就是要独立完整 或者说财权和资权要独立完整 你说一个相争 你的财权和你的私权 应该是统一的 应该是独立完整的 你说一个村 你的土地是谁的 是村民小组的 还是村委会的 那既然是村民小组的土地 那么村民小组 有没有权利去代表 村民去维护他们的土地权益呢 没有 他只有村委会去 这个土地又不是村委会的 因为商机所有对位基础呢 是不是 我们现在看到大量的是 村委会的干部卖地 村民小组带着农民去商法 是不是 那为什么呢 那有一个 村委会是合法地代表农民的一个 自治体 但是 产权不是他的 是堆的 是市场堆的 市场小组的 那产权是市场小组的 但是村民小组 他不是一个合法的自治体 是不是 他不能代表农民族谈判 所以这都叫做 知识权和产权的不统一 乡政务要干这么多事情 但是你不给钱我 对不对 那我村委会每年 乡政务要交很多的钱 但是在乡政务的那个政府体制里边 村委会有什么权力呢 你能够发言吗 在人民代表大会里边 那么我们这个支持组都起什么作用呢 你要去管理我们的政府呢 你没有角色 财权 产权和治权独立完整 没有独立的完整的财权和产权 就没有独立完整的治权 治你的治 没有独立完整的这个治权 难以保证独立完整的财权和产权 是吧 产权财权是资权的基础 一定的产权 制成一定的治权 一定的治权 要保证一定的产权 是吧 我觉得我们现在乡政务里边呢 就是乘财座 我们乡政干部经常表达就是说 我的财权和我的私权不同意 私权大得不得了财权没有 你叫我怎么去办事情 所以呢我就只有去分法 去找别人去行舟 是吧 就是你逼得我这样子的 那因为我们白兰生先生 原来研究农村物理的白兰生先生说 有一个流氓的财政体制 就导致了很多的 中府人员的流氓雄味 是吧 那实际上在乡政社会里边 在我们乡以下的这个 国家中间有很多东西 都不是相对应的 那除了问题就是我们 你村干部太坏 就是先干部太坏 是吧 这不是理由 是吧 不能因为官大了大 你就是个好的嘛 你不能官太小就是坏人 是不是 这个说法没有依据嘛 对不对 是吧 第三 我说的第三 先个第二点是那个 经验教训的方向性和原则性的东西 那第三点 就是相争体制重建的 基本的内容是什么 我认为主要有这么三大基本内容 第一个就是 重建相争体制的新职能 我认为新的相争体制有三个基本的职能 第一个就是服务于以工补农的国家战略 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 为农民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 这是它的主要职能 今后的相争政府就是 这是它的主要职能 我们有很多人说农业水不收了 相争政府还要是干啥 根本就不要了 不需要了 不对 这农村里面还有八亿人的 还有七亿多人的 是不是 这城市的人要征服 这农村的人都是人 为什么不要征服呢 政府要提供公共服务 你城市的人要公共服务 为什么农村里还有几亿人 就不要公共服务的呢 这显示是歧视我们农民嘛 是不是 这个不对 农民也应该要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 或者说豁免权利 是不是 今后每年都有收千亿的资金 或者将来会更多 你看我们去年我们的财产收益增加了五千个亿 我估计今年也差不多也要增加五千个亿的财产收益 是不是 五千个亿啊 那五千个亿我们百分之六十几百分之七十分的农村 给三千个亿到农民行不行啊 不是三千个亿 一年增加一千个亿 假如去年的积首是三千个亿 到明年就是四千个亿 到后年就是五千个亿 是不是 那个收益越来越大 这些资金要转移到农村 如何为农民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 比方医疗教育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的维护 环节的整治 技术的普及语音用社会治安就业等等 这些任务都要公共服务里面 都要政府去提供公共服务 乡村政府体制的第二大真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规划 中国的农村要重新规划 你要提供好的公共服务 东一湖西一湖交通怎么搞呢 电力怎么搞呢 学校怎么布局呢 获得医疗看病怎么搞呢 水戏怎么搞呢 环境怎么整治呢 所以要一个很好的规划 那乡村政府要规划和执行规划 如果没有很好的规划 就不可能提供好的服务 那乡村社会的服务的成本就会很高 效率就会很低 第三 乡村政府的第三大质量是什么呢 就是管理国有的后 现代化的后备资源 比方说森林宽敞河流 它先接到我们说农民种地不要钱了 不收税了 但是对于宽敞河流森林这些东西 国家还要 它是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 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还需要管理 要需要乡村政府协助国家管理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 就是我的利益是什么 我们现在好多地方的煤 要开煤了 局长跟那个老板把杯一碰 碰到杯了以后 老板就把这个煤框拿走了 煤框开了 煤框开了以后呢 老板先生没有利益 当地政府没有利益 那么环境破坏了 对吧 这个老板先生那个打了那个井 井里面没有水了 房屋 别扯了 他道路损坏了 身体 在开煤的工程中间 一天八块十块钱的那个工资 他不也说老板先生自己去挖煤烧 那么 既然是国有的 那么当地的人民 应该要分享 他的这个应有的收益 不是多的吗 3%是应该给他们的 是不是 那现在是3%都没有 你看到大量的地方 就是把煤框挖了以后 丹地老板先生 丹地老板先生没什么关系 丹地政府没什么关系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 继承乡政府应该要协助管理 但是他应该要分享收益 那么乡政体制重建的第二个 大的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要重建提供高效服务的体制和机制 这是他的职能 一个职能要用体制和机制来保证 第一 要建立民本民管的政府 将乡政政府建设成为有限的自治政府 我认为乡政政府不是要学员 不是要把它融化 是要把它加强 但是是一个自治政府 就像我们村民自治一样 是一个有限的自治 一般的乡政区 保留派出所外 当然发达地区的中政区外 其他的部门原则上推到先议 过去由乡政部门承担的职责 由乡政政府的内设的办公室来承担 相当一部分智能要交由市场和民间组织完成 特别是要建立起公共资源使用和管理的政府和非政府的竞争机制 我在香港经常去香港 有时候也到了待两个月 香港是一个七百万人的城市 它是一级政府 它没有什么武汉市政府 相当于还有什么区政府 区政府还有什么区政府 区政府还有区民委员会 接到八十处 没有这些名堂 这就是一级政府 对不对 那刚才我们想起来 这怎么管理呢 是不是 香港非常有效的 管理得非常好 还有很多事情 是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竞争 比方我是一个市民 政府做公共服务组的有效 我多拿税 如果这个民间组织 它去揪住老人 人 儿童 是吧 它是关注弱势 它做得好 那么我少拿税 我多捐款 对不对 我多捐款 我就少拿税 是可以抵税 这个时候 你作为一个公民 你是有选择权的 所以呢 那个台风来了 那香港的民间组织 就很多像乐视会 什么宣明会 狮子会 是吧 这些民间组织 就在街上去 看有没有老人 有没有孩子 为什么要让人家去揪住 就把他进行揪住 那政府一看民间才揪住嘛 政府也要去 因为民间做了 你政府不做 你老板就会骂你 同时人家给你少交税 所以就比作作 那民间组织 政府又不给你拨款 让民生、市民给你捐款 那怎么办呢 你要做得非常好 人家才给你捐款 所以他们之间也有一个竞争 大家都要进度去做好事 所以呢 我们这个满街头 有很多人要去救助 没有人去救助 死了以后都没有管 甚至有的政府呢 把那些街上的人 脱了衣 上次媒体上报道的 江西的某个政府 吃官司 把那些弱势的人 要犯的人 用车装了以后 搬到那个深山里面去 还有五个人不见了 吃官司 这种事情 哦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哦 对不对 这是媒体公开报道的 所以我们要建立起 一个竞争的机制 这样公共资源 才使用得有效 是吧 如果没有竞争的话 我觉得那个效率啊 是难以提高的 我记得我八十年代毕业的时候 我八年毕业 毕业了以后 从我们经理前招待所里去报道 一报道呢 我就住下来了 是吧 所以那以后呢 那个房间里面很专 那个我就跟那个 招待所的服务员说 你能不能把我房间里收拾一下 那个女的那个敲着一个暗门腿 一看到我的年轻人 年轻人那你自己住吗 你没看到我忙吗 你敲着一个暗门腿 你乱什么呢 是不是 这是原来的招待所的服务员 现在建立并管理去 是不是 你房间里脏了 你叫他一下 说你们房间收拾一下 那当然他 皮里会给你收拾得很好 我们什么时候把我们的那个政府的服务员 变成我们现在招待所的服务员 把政府的公务员变成我们招待所的服务员 那就好了 那么香港今天的政府的公务员 就相当于我们宾馆的服务员 那他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 那是因为他必须面临竞争 你住不好你下岗 是不是 你住不好 你看你把这个事情给民间去做了 对不对 那你就没事做 你就失业了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去做 第二呢 就是要改良农村的围观组织 降低公共服务成本 就是农村要提高它的组织化程度 要对现有的围观组织要进行改良 比方说我们的团支部 我们的互联会 我们基层党的组织都要进行改良 要使他们主有服务的功能 大家都愿意去与团 都要愿意去加油互联会 加油党支部 这就叫做先进性 先进性是大家都要加油 先进性是什么呢 像我们的一个组织 我们很多组织 我们依靠自己为老百姓提供服务 老百姓给前进 你不要吃财政饭 吃财政饭不先进 是吧 老百姓自动地给前进 你为老百姓提供服务 这就叫先进了 所以我们的 要把互联空心团这种组织 要推向民间去竞争 就要组织民间化 要带动民间组织化 如果这个组织不民间化 这个民间就难以组织化 如果没有这个组织民间化 民间组织化 我们的公共服务 要想提高很高的效率 也难 你说我们今后中央每年财政 拿几千个亿 甚至三万亿的钱 拿到农村来用 从中央那个地方 那天一百块钱下来 还剩十块钱 剩到十块钱 一招标 用到三米出还几块钱 是吧 那就不行了 那中央的钱再多也不行 第三个就是要改进资源的 配置方式和投进 今后主要的资源来自于转移支付 那转移支付的钱 怎么配置的有效率呢 就是要依法配置 而不是 说我今天在北京 我在农业部 财政部里有人 那今天我们去 打个办法去 一打 钱就来了 你家里边 你村里边没有人 你就没钱了 这个不行 这个以权谋私 这叫以权谋私 权力配置资源 一定会以权谋私 那资源到了 从北京到省里边 损耗15% 从省里边到市里 损耗15% 从市里到县里 损耗15% 从县里到县里 损耗15% 你没钱了 对不对 这个不行 要依法配置 为了多少人 交易资源是多少 为了多少人 依捞资源是多少 那我不管你多少 依政府 你跟我 让人头跟我拿过来 法律规定 我应该要想出多少资源 财政资源 叫依法配置 是不是一定要 财政部啊 分到国各部了以后 再调到下来呢 那就是你财政部 会分钱啊 你把中央政府的钱 给我给到我省政府了 我省政府 再给到先政府了 我们再自己 再分不行吗 跟医院问你这个 如果中央政府 到省政府 那简单了 是不是 只有一个政府吗 如果中央给到 几十个部位 在几十个部位 又要承认下来 那不等于几十个政府嘛 是不是 这样配置资源 浪费太大 所以我们配置资源的方式 是依法配置 配置资源的途径 不能够条条怎么配置 这样太没有效了 浪费太大 第四 改变资源使用管理的方式 由官权管理到民权管理 这个资源到了 山里来了 到现在怎么办 医法配置来着 山里的人民代表大会就去决定 用于教育多少 用于意料多少 别说好 人民政府去执行 可以对什么招标呢 可以对我们的空间团的招标 可以对我们的赴联会招标 可以对我们的党支部招标 还可以对我们其他的民间组织招标 你去修肉吧 十万块钱 十万块钱一公里 那党支部说我九万五 那赴联会说我九万 空间团说我八万五 是不是 那他有办法 他已经招标了以后 他把他的团员组织起来 去修肉嘛 他买的材料钱是五万 最后他的劳动力 还可以挣三万五嘛 对不对 但有三万五 就是他的空间团的经费了嘛 是不是 他可以维护空间团的权益嘛 可以去培训 可以去参与市场 是吧 这就是组织就开始竞争 就有活力 上次社会就有活力了 农村生物故意最多啊 劳动力最多 农村生物故意最大 劳动力浪费最大 那为什么农村的劳动力浪费最大呢 因为市场把劳动力配置不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的劳动力到城市里面 包括市场配置的 只配置了一亿四千万人 因为中国的农村还有两亿多劳动力是生余的 我们经济学校相当于相信他市场配置 那市场把农村劳动力配置不起来 实际通过二十几年的检验 市场在配置农村劳动力上面 是无能的 你都要承诺这个现实 对不对 当官的人说 我们靠政府来配置制度 而世界人民 政府配置农村劳动力 同样是无能的 靠什么 靠农民的组织 我们搞了那么多农村学的基本建设 是农村组织化的结果 是把农村劳动力配置起来以后 搞了那么多改造商务 什么叫农村建设 谁有办法把农村的劳动力给配置起来 谁就找得了建设新农村的办法 谁找不到配置农村劳动力的办法 你说你建设新农村 我不相信 没得分事 是吧 你配置劳动力能配置得好 就是小钱搬大事 你把劳动力配置不起来 就是大钱搬小事 我们在贵州 那个斯蒙坎那个地方画的 修 支持农民修了多少楼呢 修了26公里的山洞 花多少钱呢 7万块钱没花完了 这农民用两年的时间 赴你那里居里玩 我们跟他买炸油 他说买雷管买粉炊漆 是吧 请技术员 农民自己施工 漏修好了以后 农民自己管理 最后我到乡政府里去问 乡长跟我两个聊天 就问我 老李啊 这二十几公里头花多少钱 我说你猜 他说三个村子就漏了 二十多公里 两百万 我说我花六万块钱 七万块钱 你没花完了 他说你打死我也不相信 我们现在招标十万块钱一公里了 是十万块钱一公里嘛 例如你要去招标 是大钱搬小事 你要通过农民自己的组织出金针去修 是吧 去配置农村的劳动力 配置起来 他们自己去吃自己去干 那就是小钱搬大事 这些有一个资源的使用主体是谁的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农村外边的人 你手上长那么多钱 跟资本家两个一招标 什么叫招标 我跟两个碰杯喝酒就招标了 是吧 就分钱嘛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你在城里面招标 你们都是资本家坐着黑压压的 这是均衡金针专的 是不是 那除了乡村社会里面 那些大山里面 很多活的地方 那就是你们几个人 别人想的招标都不行 那你还有黑社会心志在里面的起作用 是不是 想的都不行 最后跟你两个一招标就招标了 是吧 招标了 酒喝完了就分钱嘛 就是这回事 是吧 那你为什么要给资本家招标 不能给我们民间组织招标呢 资本家有钱 农民的组织有劳动力啊 是不是 这劳动力也可以不换 是不是 那是制度的歧视 是不是 那是给它资本的超国民待遇 那是给它劳动的 二等国民待遇 或者说 没有国民待遇 这是制度设计的不惚力 或者说这是私场崇拜 这个 发生幼稚病 第五 要建立起以地租 土地的产权啊 地租啊 地租 为基础的 要以地租为基础 建立起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来承接国家的转移支付 我觉得农村的 农村的 相争体制 或者农村的制度体系 要建立起来 以地租为基础之上 为某地 土地是谁的 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 那是有所有者 所有者全应该说州 对不对 说州子 现在说我进了城了 我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了 我农村里还有土地 你不给村里边 你把它租个另外的人住 农民住 现在农村最近是什么情况呢 是农民 没有土地 成了殿户 是地主 当时不是农民 成了国家的干部 大学的教授 大学的老师 现在说很多地方都这种情况 就是有吃地主的人 他不是农民 那怎么搞 村民自知呢 是不是 那我是一个农民 你国家又不给我 任何的社会保障 你又不给我土地 你要我去 颠人家的地 像是归州的地方 一亩地 三百斤玉米 我的一个同事 就是你们那个 中兴的博士毛干墙 一家人都出来了 但是他家里有土地 一亩地收人家 平坑 贵州的土地 三百斤玉米 你知不知道 那么村子里面有 百分之二三十的人 没有一分土地 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人 已经进了城 现在说 中地不要钱了 村里面不准收钱 一定五十年不变 这个万一 村子里面说 要把公共服务成立的人 不参加 是吧 所以搞村民之子开个会 村民不是地主 是地主 不是村民 是吧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我现在说 产权和治权的问题了 这就是说 今后我们要建立一个 什么样的 要以地主为基础 那你不是农民 但是你有地 你在这里种地 你承包地 你就应该要交注 我没有地 我应该分享所有者的收益 那么 以地主为基础 还应该建立起养老 或者医疗 等等的制度体系 资金不够怎么办 资金不够把中央转移 转移 支付的资金 转移进来 在这个体系里面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 以地主为基础 来建立起农民的 制度体系呢 或者村民自治的 那个制度体系呢 如果不以地主为基础 那么建立起来的 制度体系 是承接了上面的 各个部门的拨款 我拨着你就有 我不拨着你就没有 如果我们没有地主为基础 我们就不能形成我们的组织 我们不以地主为基础 我就不能够实施我们的 形成我们的自治的权利 我们就不能够跟上面去博弈 最后我们会失去权利 人家给钱你就给钱 人家不给钱就不给钱 所谓农村的政策体系 或者乡政的体制 它就不能够体现农民的主体性 乡政政权就不是农民的政权 村民自治的权利 就不是村民的权利 所以我们强调要以地主为基础 来接力制度的体系 当然农民也可以说我们不受地主 那是农民的权利 宪法说集体所有 宪法没说这个土地是国家所有 所以既然是集体所有 收不收州 收多少 应该要把这个权利还给农民 要以此作为基础 来建立乡政政权 村民自治的权利 和农村政策体系 第六 要提高国有 现代化的货配资源 比方说森林宽敞 湖流的管理效率 一方面要明确那个产权和收益的边界 我觉得中央政府要跟地方政府分成 不能够说这个宽敞制约是国家所有 一做就说清楚了 那国家所有谁收约了 是不是 那国家有中央政府 有省政府 有现政府 有地方政府 是不是 你这个宽开了 吃财这个地方 老百姓 次时代的住这个地方 他就应该要分享收益 是吧 你三级政府占多少产权 那我这个政府占多少产权 我这个产权的收益 按照我们人民代表的意见 来用于我们相争的制度体系里面去 这是第二点 就是关于那个重建 提供高效服务的体制和机制 第三点 就是改善党委的领导 改善党的领导 相争党委的领导 完善相争治理的体制 在湖北省在这方面有很多事业 我觉得我们党的领导啊 是一定要的 现在有很多人 你参名是共产党员 我也可能为我本党 这个说话 我觉得在我们中国这个现实的条件下面 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 然后改善党的领导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主席团是相争的最高权力机构 先向人民代表 应该要竞选产生 人大主席团的成员应该由 民间组织的领袖 比如比方空军团 他的那个团委书记 他也应该要进这个人大主席团 复联会的那个主席 也应该要进人大主席团 还有其他的民间组织存在的时候 他都应该要进人大主席团 由这些组织的领袖构成的 相争的政长、副政长 都应该由民主、选举、产生和罢免 由相争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团 公布和罢免 相争人民政府是相争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团的执行机构 相争党委书记、副书记 要建议人大主席团的主席 相争人大主席团团应该要先组出党的支部 党的领导主要体现成人大决策 或者政府的监督的领导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实行改革 我看现在湖北省和全国都可以实行改革 总的一条 也要是改革的时候 也要加上党的领导 也要改成党的领导 任何否定党的领导的所谓的改革 在实现中间看 包括我们现在不是说领导政府层面的改革 实际上你看到很多层面的改革 都不成功 是要有一个党的组织来代表人民的利益 来领导这场改革 如果改革不是民众 不是代表民众的利益来改革的 只是少受经营人权的改革 我觉得最后这种改革 只会使少数人受益 大多人受害 第六 相争 第六大点 先接让相争体制改革的几个着力点 这个时候我就快点讲了 这么说时间是多少 我不能超时间吗 8点1克 7点钟开始了是吧 我觉得几个着力点 第一个着力点就是要 围观组织再造 金融组织 就是社出金融组织优先 所以我们要发展乡村社会的围观组织 或者说要再造围观组织 但是社区金融组织 或者社区啊 这个金融组织 应该要优先发展 我到任何一个地方 我都讲这个观点 通过我在西南扶贫 或西北扶贫的结果来看 如果社区里面没有资金活动社 或者没有资金基 或者社区发展基金 这样的组织 那么社区组织的功能 将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如果有社区基金组织 由社区资金活着社 这种组织存在的时候 那么社区组织的功能 将会大大加强 资金活着啊 这个社区 这个社区 那个金融活着啊 是消费活着 勾销活着 技术活着 劳动活着 一切活着的 啊 这个保障和牛蛋 啊 也是土地 村舍集里所有之下 社员的土地产权 充分实现的一个保证 啊 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 社区的资金活着社 农民把自己的丑地 承包去 把活着社里去抵押 我贷款了以后 我就做其他的事情 啊 那你的产权是怎么实现的呢 土地流动了 就实现了产权 第三个就是 有了社区的资金活着社 或者社区的发展基金 那么 农民 工人的信用 就可以与现代的金融体系 就是社会信用 衔接起来 你说我们小农 现在的金融工具 能够我们小农服务吗 不可以 但是中间要有一个纽带 有一个桥梁 它就能够连接起来 我在想 假如台湾的渔农会 它里面没有农兴部这个机构 没有它的那个农兴部 那么台湾的渔农会 今天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它其实没有多少功能了 所以啊 中国农村 我们现在的社区金融 社区资金活着 应该要 逐步的让他们发展起来 你现在说一个大营商 要跟农民去放缓 怎么可能呢 第一个成本 管理成本太高 第二个 信息不得称 风险太高 这都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要 要发展农民 知己管理的资助 资金活着资助 来为农民提供服务 在现代社会里面 没有金融服务 怎么发展经济 是吧 所以这个权利 不能够垄断 应该要逐步的放开 当然了我在多篇文章中间 讲国家 应该要成立土地银行 农村应该要建立 以农村为单位要成立 或者以组屋单位 成立土地信用社 是吧 以农民的土地为基础 建立起土地金融社保制度 当然我在另外的文章中间 在这个问题进行过论述 进行过论述 设计 大家有兴趣回去看 我觉得要把 以土地为基础 建立起土地金融社保制度 要把这三个东西 留在一起 这个中间还有 还有我自己的一起 很多的设想法都不展开了 第二点呢就是 主理点呢 第二点就是要 松化改革 消除因农业水取消 或土地 三十年五十年不变 这是 农业水取消当然是好事情 土地三十年不变 五十年不变也不一定是一个很坏的事情 但是 不能够简单 不能还过于简单 就像说 三十年不变五十年不变 可以啊 那你可以承包地 不变 但是我没有地 你应该交一部分钱 那补偿我 是不是 几十年不变不要紧 但是 不能够说 这几十年不变就是你的了 那就是你的 五一分级都没有 那怎么行呢 是不是 那我们在北京的学者说 那怎么不行呢 那就是行 这不能讲狠嘛 是不是 所以我还经常跟到我们一些 前几生我跟那个学者去河北的清县 他就跟你讲狠 这就行 怎么不行啊 就行 是吧 这几年过去了以后 就不就 不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 那毛主席那个时候说 要把土地收起来 不就收起来了吗 是不是 他这种理由 是吧 那我去问农民的时候 农民说 这个不合理 那个有矛盾 这些问题解决不了 他们说 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是不是 那你没有土地 土地越多越丑 土地越少越富 他说你看 什么地方土地最少 所以那个地方发展起来 所以那个地方土地最多 发展不起来 他的理由就是说 土地越少就越发展 土地越多就越不发展 这真的都没有编了 是不是 但是 就是这种侦测出来以后 它引发了很多矛盾 是吧 要完善农村的制度体系 有些政策出来了以后 不合理 不合理他们 打那个补丁嘛 是吧 把它补起来嘛 它就好了 就多打一些补丁 这现在这个取消农业水以后 或者土地30年不变 50年不变的以后 我们这一次开会 有很多乡村的同学来了以后 包括我们有很多体会 带来很多的问题 这个 这个 西洋温市道 我们过去农业水的 它所存在的那些 很复杂的功能 要了解土地 三年一小调整 五年一大调整 或者是五年一小调整 八年一大调整 它的那个 过去 所消化的一些矛盾 它原有的一些功能是什么 我们要搞清楚 当你它不变的时候 当你农业水要取消的时候 它过去通过农业水消化的矛盾 或通过土地调整 消化的矛盾 你现在让它不变了 让它取消了 那么 这些矛盾就凸显出来了 比方说 我们过去修路 这条路跨三个村子 中间这个村子 涨百分之七十个土地 这个村子涨百分之二十 这个村子涨百分之十 路要修啊 修完了怎么办呢 我的村子涨百分之二十多 这又不是国家工程 就是我们乡类的工程 那怎么办 通过农业水调整的 好 你今天说农业水不要了 取消了 你说这个楼是谁的 你说我今天 这个楼还走不走 那你们两个村子不找钱 我这个地球楼就不让你走了 这有矛盾了 那就是说我们通过农业水调节的 或者是消化的矛盾 但你农业水取消了以后 它就是一个问题了 是不是 所以要考虑到问题的复杂 所以呢 有一些政策要逐步地完善它 你比方说我们过去 农村里面收农业税 我们八十年代的时候 交工粮 以后 工粮水费 水费谁用啊 水费不交给国家 第一发用 以后三体五统 三体五统谁用啊 公积金 公积金 谁用啊 就是农民自己用 它是一级组织 它要提供很多服务 它的班杖要钱用 它的道路要维护 它的学校要维修 是吧 它的五保护尊业的时候 它要解决问题 所以 他要三体五统用的钱 你今天说不要了 不要了 是吧 农业水取消了 是吧 种地不收钱了 但是这些事还存在啊 有那么简单吗 没那么简单 是不是 那你用什么东西去替代它呢 它过处涵盖那些功能 它所需要完成的事情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些事情呢 我觉得都应该要去考虑 是吧 去消化这种矛盾 是吧 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核心的问题就是 我说的私权和财权要统一 产权和治权要统一 这是两个最核心的问题 是吧 我们要考虑农村的各种政策设计的时候 如果离开了这两个 是吧 很多问题是越搞越复杂 搞不清楚的 第三个呢就是要熟买干部的生存 要搭理精准人员和机构 第四个呢就是要全面清理 农村的债务 要全面实现农民的产权收益 农民的产权收益 不只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 土地收益农民所有 那农民要分享所有的产权收益 还有 过处加电 农民要用电 农民集资办件 这是农民集资 那你现在电力部门上市了 你是优质资产 是吧 你没电力行为工资发那么高 他说那个里面有农民的投资 那农村的债务是怎么签的呢 是搬电签的 你要是把这个钱还给农民 是不是 农民过去搬教育投了钱 现在你教育部门高收费 你把钱还给农民 是吧 所以呢 现在不是讲产权嘛 是吧 我们都在讲产权嘛 你电话有农民机资 你工作有农民机资 你搭电有农民机资 是吧 你学校有农民机资 还有办公团也有农民机资 既然都是农民机资 都是农民的产权 都应该要让农民分享收益 那农村现在有几千亿的债务 是怎么形成的 就这么形成的 那么为什么你们这些农民班的部门 你们占有这些资产 或者这么高额的回报 你们怎么好过 农民过下这么穷的位置 这都不公平 所以应该要全面的让农民 分享他们的产权收益 来消除农村债务 当然能不能实现呢 可能不能实现 但是道理是这个 是不是想问我们 都说我们农民不讲道理 有些人说农村人不讲道理 现在看来 我在有一篇文章里面讲 网络上面是这么说的 农民怎么不贫困 有这么篇文章网络上面 流传很广 很多地方都在讲道理 说你看这个一看 讲道理的是农民 这个不讲道理的是另外一部分人 有些人说这个农民 他穷啊他不讲信誉 实际你往那一看 中国最讲信誉就是农民 中国穷人最讲信誉 信不信你们就看嘛 看我们现在金融系统的外账 他是怎么形成的 是不是 你看现在拉税哪个拉得最高啊 那农民拉税的比例是最高的 是不是 他不讲信誉 做贡献 是不是 那现在 我们现在房地产企业 房地产业 是最挣钱的 但是拉税哪个最少就是他们 这不是我说的 你们查知道 这些以前网络上面 都在批判这个事情 是吧 所以你这个农民洗肥草 肥皂 要拉税 所以你买一个游艇 不拉税 是吧 你高档的奢侈品 买游艇不拉税 哪怕你洗肥皂 要交税 都是消费品嘛 是不是 搞这些网络 所以我觉得这些制度设计啊 都存在问题 所以呢 我今天 那那车就谈这么多 我的总的一句话 这个现在的 乡村体制与农村政策 制度体系的重建了 要以土地的产权为基础 村民自治是扩大农民的权力为前提 是吧 建立起 民本的老百姓可以管的 治理体系 和政策制度体系 是吧 在这个体系中间 钱不够 把中央的转移支付转进来 按老百姓自己来使用 但农村的制度体系里边的那个 含金量 与城市的制度体系里的含金量 基本上相等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建立起 城乡统一的 一个国家一种制度 假如没有这个 那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一个国家两种人民的 情况将会长期存在 现在我们说 我们要关系农民了 我们要建立起 城乡统一的制度 好不好啊 好 这个我 湖北的农民跑到广东去打工 交了各种社会保障 到了四十岁 人家不要去打工 那你跑回来了 我交的钱交给谁了 交给广东了 是不是 如果你说 我要有一个 我在农村里面 我有一个体系 我在路边有钱 我可以转到进南 我在农村里面的体系里面 我有土地的产权 我把这个钱 土地交给你这一个 村舍的信用社了 或者村舍的一个体系里面了 我把我的账号里面的钱 把我的土地产权的钱 换出来以后 我转移到城里面去 我加入到城市的体系里面 要有一个推出或 进进出出的 可以交换的这么一个体系 但两边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才能说 改变我们从1918年以来 共同干领 所决定的那一个 城乡二元 各种各样的二元体系 才能够彻底的打破 所以打破我们1918年以来 所形成的那种 不平等的制度体系 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间 有一点是必须要坚持的 那就是要 扩大农民的权利 谢谢各位 同学们大家有什么问题 留10分钟时间 向李先生提问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你好 今天请你的讲座 非常欣赏你的这一 但是的话 今天既然是讲座 那么讲座 只是一种市场上的交流 你今天做了本体讲 那就鼓动大家来做一些事情 所以你说的这些 我们没有看到哪些是可以 已经在操作 或者是 已经在推动的一些事情 很少 还是比我们非常遥远 我想说 你说的这些 你现在是一个决策者 在想这一题 但是还有千千万万万决策者 不是你这样想的 也不让你这样去做 那这样的话 这样的这个农村在变革 怎么能够折到切实 有效的推动 能够行动起来 能够改革 能够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和农民的富裕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应该说 你们这个学校现在有了那个 农村治理研究中心了嘛 就是关注这些事情 可能多起来了 但是大多数我们学来 有可能是做其他领域的研究的 这些几年来啊 应该说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那个 对农民农村农业的那个 高度关注下面的农村 还是有了一些改变 比方说农民负担的减轻了 农民的收益增加了 对农村农业的投资也增加了 但实际上这些几年的农民 他们在和基层的干部 在农村里面的很多改革的实践 也发展得很快 比方说有一些乡 在搞那个乡长执险 人大代表执险 还有乡政的党委书记的执险 包括我们湖北省进行的 乡政机构的改革 百分之四十的人员的下岗 分流 包括我们现在东北啊 在西北啊 在西南啊 这些地方所做的那个社区的 国种官的组织建设 包括资金活作 包括资金活作 你看东北就有一个资金活作设计 是合法的 还有东北才现在做的那个农村的 现代农村现代化的改造 和农业的现代化改造的四点 他把那个城市的安洁的制度 你不是买房子以后安洁制度 是吧 他用到乡村社会去 他把一个村子进行改造 农民五万块钱一个房子 是稍微是急赶器 是学校啊 游泳院啊 体育场啊 刀屋啊 管刀啊 煤气啊 下水道都不知道好好的 五万块钱一个房子 你自己出两万五 还有两万五 你分几年还清 是吧 他们有季节化合作设 资金合作设 各样的合作设 是吧 实际上原来八年准备还清的 农民现代五年六年就还清了 是吧 那个那个农业和村庄的现代化改造 都比较快 包括像东北地区现在那个生态序幕园 比方我们我们十几户建立一起 一个生态序幕园 一家一户养一千头猪 是吧 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嗯 还有一些地方呢 做国种官的村民自治的一些事 比方 比方安徽我们做那个走货竞选制 啊 有样的清县 在他村民委员会 那个组织法律 那个 他有一个叫村民委 村民议事会 他村民议事会是追告决策机构 他议事会下面有村委会 有执行小组 那村长的权力就收小了 那那个村民议会这个权力就扩大了 这全国国地的国种官的事业 包括我们现在何老师 这边搞的乡村事业 包括温老师搞的乡村事业 包括我们人民大学的 搞的乡村事业 包括现在北京大学的 林一夫教授 也算是新乡村接受运动 我觉得这些几年 农村社会还是有了很大的一些 就是改变 有一些实践 这才进行 那这些几年搞乡村党委书记的直选 和乡村长的直选 中央既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 这不表扬你 也不批评你 这就是好事情嘛 是不是 你们先搞个试试看嘛 是不是 我觉得这都是好现象 如果看到这个思路下去 我觉得呢就是 是好像与九十年代的那个 有所不同 在逐步逐步的 给下面的老百姓 给基层的工作人员 一些 事严改革的权力 在北京你再有本事 你是一个人 你是一个老挂子 你不可能想全国 如果我们把基层的积极性 交通起来 大家都在想办法去解决农村的问题 那就是几亿个老挂子 所以几亿个老挂子想办法 几亿个人都具有诚文的意识 那么我们想 总会找到很多很多的办法 所以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路线对了 我们就有可能找到出路 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路线错了 我们就找不到出路 所以现在看来思路和路线 口腔有点得劲 我相信我还是充满信心 谢谢你 好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因为李先生今天里头非常劳累 今天最后一个 请问一下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农村的劳务输出 跟职业培训的问题 就是 我感觉到 我正在我们那个县来 就是 劳务输出的问题 就是他们 出路的人 绝大部分都没有 就是没有经过职业培训 他们的工资都非常的低 一般最高的2000 你像如果进的职业培训 他们就在3000 4000 5000 也认为伤害 就在我们那个村 都是 就是说 因为没有职业 所以说 有职 就是经过职业培训 像五个 他一般都是两三千 四五千的块钱 你像经过没 就是他们只有10%左右 属于 能够在城市里能够 租房子 就是能够生活比较 可以 还有90% 因为没经过职业培训 政府可不可以 就进行强制性的 这特别在出路以后 因为现在是行90义务教育 可不可以在以后 进行强制性 免费对农村的子弟 进行免费的职业的 强制性的培训 对 培训我是同意 强制性 我看有点问题 对 就是有选择性的 你像 现在的话 因为 很多 你像现在农村 社民导人比较多 但是他们没有职业的话 就是进行的这样 进行培训的话 可能就能够提高 他们在 进入农村 进入城市里 提高他们的 竞争力 也可以 像很多 特别是现在中国 缺少技术人谈 技术人员 对 我同意你的观点 那个现在职业培训很重要 对 去点 我觉得像 教育大学 就是类似 约是他只有20%的 就不应该说起来 就是 尤其你平常就是 这个劳务职业职业培训的 就是这种 呃 官方 他这个民间 怎样进行结合 我们机构呢 现在也做一些 农民的培训 比方说我们在 湖平的很多地方嘛 要把那些 呃 贫困的人 失学的人 有的是要做 比方说那北京的一些 专门的一些 家政啊 或者这样一些 需要里面来培训了以后 在北京办的就业 效果也还不错 我们以资助的一些 民间团体呢 呃 呃 对一些 即将要就业的一些 农村青年 进行有真的性的培训 我们也跟一些企业家呢 结合起来培训 但是从这些情况来看呢 我们觉得企业做培训 效果是最好的 就是说无论哪个做培训 都赶不上 企业本身做培训 啊 呃 他的针对性最强 那他培训了以后就会上港 我觉得今后要给予一些 就是企业培训 啊 一些支持 同时呢就是 我觉得今后交易资源 要给一些激工学校 这些学校要倾斜一些 像北大清华 他们那些培训的资源 应该要相对少一些 谢谢 我来江湾平员 就是湖北省那个湖北省 近期在那个江湾北省 省属国有农场实行的 两年制改革 啊 就是说这个两年制改革 我我我们在那边都说 不但没有减轻这个 什么所谓的农民的负担 相反对这个 这个 这两年制改革 那 农院是因为农民和农民减轻负担的 这上面有什么 一些那个影响 可能现在农村这一块的最 问题最大的就是国有农场 就是从摩前雄来看 就是国有农场的负担是最重的 但是也有一些国有农场呢 他们发展得很好 农民的福利也很高啊 那个农场的干部的福利也很高 但是江湾平员里面好像 做得很好的农场很少 我觉得根本的问题是 国有农场的那一部分干部怎么办的问题 如果把他们好办的那农民的问题 农场职工就好办了 现在国家必须要拿出钱来 把那些国有农场的那些干部的问题 把它解决好 再去对农场的体制进行改革 如果把他们不解决好 所以问你农场的改革的问题 现在国家可能还需要一段自己 现在他们就是农场里面的改革的一个 因为他们也是国家干部嘛 那么你中央财产把他们养起来 他们就不够找农场的资贡要钱 就不够找土地要钱 现在我们农村里面的农民是说 我们乡村干部已经不找农民要钱了 那你农场的干部你还找农民要钱了 这个就是两田子改革这个问题 我觉得与两田子没多少关系 现在问题就是说你两田子的收益给谁了 如果是两田子的收益是给的农民了 是给的农场职工的 那问题不大 因为是给的那个一个干部化了 那干部应该是由国家来养的 你国家没养他 你拿两田子的收益 这个经营方案还是一个经营方式问题 我觉得那个可能没有本质的关系 现在的问题 因为国有农场就是很多他们的干部 对乡村干部不一样 乡村干部主要是财政出钱的 是国家出钱的 中央财政出钱的 因为现在农场里面也不是这种情况 谢谢 好 今天的报告就做到这里 以后大家有什么需要和李先生交流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